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八岁开始真正喜欢上太极拳 到现在已经有四十五年的习拳经历了 刚开始练习太极拳的时候 是因为身体比较弱 为了治病 家里人开始教我练习太极拳 当我的身体好了之后呢 练习太极拳会影响我玩耍的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不喜欢太极拳了 排斥太极拳 一直到十八岁 可以说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方向的时候 我重新选择了太极拳 所以这个时候我练拳的心态呢 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勇于探索研究的 所以在这个时期 我的收获是最大的 通过太极拳的长时间练习 年复一年日复一世 这样子的练习 对于太极拳的理解 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那么十八岁那个时候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武功在练习 希望自己具有高超的功夫 像自己的父辈一样 能战胜很多很多的人 到后来呢 随着不断的对权力的认识 我逐渐发现 太极拳可以说是一个教育 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修行 为什么这样讲呢 第一它改变了我的性格 小时候 性情呢 比较急躁 所以做事呢 比较着急 容易出现问题 也更容易半途而废 但是练拳这个过程 每天都在重复 持之以恒 寒暑不错 这样就培养出了 一个坚韧不拔的 坚定的意志力和品质 这种品质 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我们 无论做任何事情 要想达到成功 必须有这种品质 太极拳 给了我这个品质 那么第二 通过这种 反复的练习 付出了汗水 付出了辛劳和辛苦 耐得住寂寞 这种付出 使我的身体的变化 一天一天在增长 就是所谓的功夫 这就应了 天道 酬情这个道理 也许告诉人们 更告诉了我自己 要想成功 必须去 踏踏实实地做事 不可以走捷径 不可以偷懒 那么我们可以告诉 所有的人 我们要想成功 必须地付出 而不可以空想 所以让我们认识了 这个道理 再有 武术的武德规范 它的武德教育 规范了我们的日常行为 告诉我们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应该怎么样做 从而使我们有了一个 做人的准则和底线 同时 太极哲理的思想 能让我们 对事物 对世界 对社会 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再加上我们有太极这个技能 我们可以与大家分享 也使自己 也使自己有了 安家立命的资本 所以太极拳 给了我很多 是在 太极拳的教育 训练下 使我成为了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所以我认为 对太极拳理解 可以说 是修行 可以说 是教育 那么太极拳 对我们人 都有哪些益处呢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 首先 年轻人在这个阶段 锐气十足 沉稳不足 太极拳的静 和松 可以让 年轻人 沉稳下来 静下来 古人告诉我们 满逢 大势 必有静气 所以我希望 年轻人通过练习太极拳 能够使自己 越发的沉稳 减少浮躁 从而使成功力 得到提高 那么对中年人来讲 在这个年龄阶段 上有劳 下有小 生活上的 工作上的 种种压力 都压在了中年人的身上 太极拳的练习 可以使你在身体上 和心理上 缓解压力 可以起到减压的作用 从而使我们更有精力 有更好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 对老年人来讲 用一套 舒缓的 合理的 科学的健身方法 可以使我们 一样天年 可以使我们 有更高的 生活质量 所以太极拳 对我们人类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尘世太极拳 讲究 动静 相宜 刚柔 并济 这是一套 处事原则 一味的柔 会越发的被动 一味的刚 容易坏事 能把太极拳的精髓掌握好 可以使我们 更好的面对社会 处理任何事情 比如 太极拳要求 立身中正 那么我们在打拳的时候 不但是身体上的中正 我们心态也要 放正 行为规范 更要端正 所以不仅是 练身 也是在练心 更是在练做人 说七尘丹田 我们对身体的各个部位 按要求做到之后 形成了七尘丹田 那么我们有了七尘丹田 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人就不再 服气 不再心服气躁 做事 井然有序 可以使我们 更从容地 面对一切 同时 我们知道 我们国家 越来越强大 一个国家的强大 不仅是经济上的强大 军事上的强大 要得到世人的尊敬 你得有 值得世人尊敬的文化才行 而太极拳 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 太极拳文化的强大 我们太极拳传承的生生不息 不仅是在继承着传统文化 世界人民对太极拳的喜爱 更是证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强大 所以文化强国 我们一定要让太极拳走向世界 与世人分享 从而为我们的国家迎来尊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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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